全油管最快新闻 习近平总书记在春节前 习再次看望微问基层 关切民生问题 他前往天津新口镇第六部村 时得了解去年 洪澳灾害后的农业生产恢复情况 并看望了受灾群众 习近平总书记表示 要继续做好灾后恢复工作 推动人民生活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 一年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走访地方 新系民生关切 询问百姓疾苦 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总书记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中 他的关怀与牵挂贯穿器中 彰显着他作为总书记的一贯理念 一切以人民为中心 习近平总书记的 关心民生重视基层 解决问题的态度 在这则新闻报道中 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他多次走访调研 听取民意 寻找问题的解决办法 这表明他始终霸人 这种治疲 而真挚的关怀 让人感到温暖或安心 作为新闻主播 我们应该及时报道这样的新闻 为广大观众传递 习近平总书记官 签名声的决心和行动 订阅新闻急速的 最先知小天下事